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不过天气晴朗之下下午的时候山区容易会有些sabajo出现 但再来的封面云带就会在礼拜五的时候封面再度接近 山区部分有农物行车方面要注意 雷震雨的状况在六日这两天都明显 预估这道封面停留的时间会到礼拜天 到了下礼拜一的时候封面又远离了 我们的天气又会再好转 那今天整体来说我们先来看看整个降雨的状况 在从这张今天的雨量图当中 大家就可以注意到雨的部分最主要就在于说 整个台湾上空都有局部性的降雨 其中以山区的部分像台中山区 阿里山地区跟高雄的山区来说比较多一些 约是在90毫米的雨量 平地的部分都大约是在50到40毫米的降雨状况 所以沿海的部分降雨多最重要就是外海的水汽 仍然有持续地进入台湾上空 而水汽的来源就在于封面的水汽带了 可以注意到今天晚上有一波水汽正在逐渐地通过 所以今天晚上仍然有局部性的阵雨 但这道封面带正在逐渐地东移当中 水汽的发展目前已经到达巴士海峡 跟包含菲律宾的位置了 明天整个水汽带就会逐渐地往东的方向逐渐地离去了 而对于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最主要就在于说 从这张雷达上面可以看到 仍然有水汽波段不断地进入 今天晚上持续有降雨 雨量的部分不会太大 但是滴滴答答地下着 这行车方面来说 能见度就会比较偏差 要提醒您雨区行车要特别注意安全了 今天晚上北部也有一些阵雨 但等到明天早上这个云带就要逐渐地远离了 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封面带的水汽已经正要逐渐地离开 我们台湾的上空了 而当封面最主要东移的原因在于 北方的高压系统 这个高压今天晚上会逐渐地东移进入到东海 但是当它出海之前 冷空气吹了下来 北部地区晚上的温度只有在16度 其实就跟昨天晚上一样 有点冷冷湿湿的感觉很明显 提醒您穿着方面要特别地注意 等明天白天这个高压再东移之后 我们明天白天的气温状况来说 就会再上升 从低棉图上就可以注意到 高压系统正要东移进入东海 虽然还有高压 但是强度部分是偏弱的 明天封面的前半段的部分会逐渐地东移 后半段的水汽就会开始逐渐地 往北的方向抬升 这也就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天气从周二开始好 周三周四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下个时间点 那时间点我们以目前来看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就可以注意到 有另外一道封面带已经逐渐地成型 而且在我们台湾北方海面开始出现了 而在礼拜五的时候 这道封面出现之后 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就会因为封面的接近之下 降雨的形态来说 也会开始逐渐地再增多 目前来看 这道封面停留的时间 约是在礼拜五到礼拜天 那等到了礼拜天之后 整个封面的前半段又东移了 因为这封面带前半段东移之后 后半段的封面再往北台深 所以下个礼拜一的江雨状况来说 就会逐渐地减少 接着下周二周三周四天气属于晴朗 那就要再看到下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时候 有没有另外的系统通过 所以可以注意到 整体的天气状况来说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梅雨封面停留台湾上控的时候 我们不稳定的天气状况来说 通常都会在梅雨封面前缘部分 西南风带着比较明显的水气进来 而会造成比较大的江雨状况 下一波封面要注意的时间点 就会在六日两天的时候 江雨状况来说 在台湾的西半部地区又会比较偏多 所以这个周休假期 如果你有安排活动的朋友 就要特别的注意了 我们先来看看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 晚上北部天气凉稠稠 17 16度 明天可以看到阳光要开始露脸 大概中午以后阳光就会露脸 温度形态来说 在白天会开始上升 冷空气减少 中部地区的日夜温差比较偏大 南部地区开始中午舒适了 但是早出晚归 旗车还是要保暖 东半部地区有点短暂降雨 但是整体天气形态来说 明天云层在东部偏多 外岛地区明天白天的温度上升了 但早晚天气有点偏了 回来一个礼拜可以看 今天晚上还有点雨 明天的雨后转多云 接着礼拜三 礼拜四天气算稳定 周五开始不稳定 因为封面接近三天的时间 到礼拜一的时候封面走了 天气在好转 到外岛地区来说要注意是 从周四以后开始 浓雾的现象 马祖金门都会出现 小丁明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早晚冷 穿着方面要保暖 山区还是有雾 行车方面要注意